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近年来在智慧教育耕耘上发展许久 花莲县所有的学校都感受到科技云端所带来的便利性 而远传电信是善进企业社会的责任 捐赠了200台的行动载具给花莲县的十所国小 县长徐真卫相当的感谢企业的回馈 也代表学校资政感谢状给远传企业 县长徐真卫表示 智慧教育是花莲县推动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 从109年4月22号与教育部资料师郭博成师长 以及全县学校一起完成全县国小线上教学演练 共有101所国小24所国中 186个班合计1787位学生在家中完成演练 为全国第一优先以全县统一一年相当中 也是全国的示范县 因为疫情影响全国紧急宣布停课实施的课程 欢迎所有学校都能够马上进入状况 谢谢教育处以及学校们长期的准备 智能智慧已经让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完全不同 要学习的角度 所以我要再次谢谢景总的看见 让我们的学习不会有城乡的数位落差 另外我会希望在这里 在这此同时 我们也希望数位落差的消灭能够越来越快速 跨连的脚步不断往前走 但是我们希望企业给我们更先进的视野 而且我们一起合作 让公共门和企业领域能够让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今年我们会在做我们的这个整个花园县的 无论是学习的战情市 或者是我们各局处市的纵枕的战情市 让我们在班农市就可以看到整个花园的交通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农业 这个整个在战情市上就可以做连结 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 也希望远传可以给我们很多在各县市已经落实的方案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让我们把很多的这个有关于智慧智能治理 城市治理部分都能够把它纳到花园县来 近期总经的表示 远传电信长期落实社会关怀 深刻感受到现场许真伟对花园的用心 通过智慧教育多年的扎根 创造花园孩子们接轨国际 繁重花园会的能力 目前花园县内已经有250座5G基地台 修路营乡的卫生所已经提供5G线上诊疗 年底之前 凤里中万龙乡以及瑞瑟乡的线上诊疗都会上线 希望通过科技 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方面 都能够用网络取代马路 减少成长的差距 记得教练 欢迎观众 大匙